除了每个话题下面分门别类的一些词语,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着重去记忆一些 Hello,大家好,之前我出过几期视频去给大家详解怎么样从英语的范文中去学到对自己写作有用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很多小伙伴面临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英语范文书,也有很多网上的资源 但是看了很多范文却不知道怎么样能从中真正学到可以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来的一些东西 之前我出过的视频是针对图表类作文,也就是雅思的小作问题,怎么样从范文中去积累 那么这期视频针对的将是议论文,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从英语的议论文范文中去学到自己可以落到实处应用起来的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来到一篇范文,我们往往先注意到的是词汇 一般不等你通读下来全文,对作者的行文逻辑和整体结构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你首先就会注意到的就是这篇文章中的用词非常高级 甚至可能有很多词汇你都不太认识 在这种时候有很多小伙伴就一下着急了 可能会直接拿出小本文开始记录下来一些高级的词汇 甚至是一些比较生僻的词汇 但是等你忙前忙后记录了很多词语之后 以后真正自己会不会用到,其实就只有你自己会知道了 在我之前的视频里我分析过图表类作文比起词汇 可能更需要我们去积累和着重记忆的是一些行文逻辑和结构方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对于议论文而言不可否认 词汇量的储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不同于图表类作文 它包含的信息 以及你在作文中要体现的东西 都是直接可以从这个图表本身中去提取的 议论文的论点其实都是自己的东西 是需要自己大量词汇的积淀才能撑起来的 如果要保证在180词的作文里言之有误 自己本身词汇的积淀和储备是一篇好的议论文的基础 但是在我们阅读一篇范文的过程中 范文中固然会有一些非常亮眼的词汇 但是这种时候千万不要看到什么都去记 还是一定要落实分门别类的原则 比如我们可以按照教育、科技、文化、政府举措、社会问题等等这些方面 按照话题去分类整理一些相关的词汇 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整块的记忆 而不是所有积累到的词汇都零散地杂揉在脑海中 下次碰到相应的话题也没有办法很快地去激活调动起来 真正应用到自己的作文里去 除了每个话题下面分门别类的一些词语 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着重去记忆一些 能在任何话题下通用的一些句型表达 还有一些词组 下面我就从自己从各种范文中积累的一些句子中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这句 他说的就是这些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显然这句话可以用于任何文章的开头 你陈述了一个问题之后 比如你可以去描述现在的家长 普遍担心智能手机会影响孩子的发展 然后陈述了这个现象之后 你可以加一句 接着自然地就从对于现象和背景的描述 自然地引出了自己的观点 再比如说这一句 这句话应该是我在读一篇 关于各种文化的多样性方面的范文时摘取出来的 但是其实可以发现这个结构 可以套用在任何变析某一事物的两面性方面的句子中 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探讨网络上新媒体的海量信息 和传统的纸质媒体哪一种是更可靠的信息来源的话 或许我们就可以说 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议论文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词组表达 比如说解决问题 除了solve a problem之外 我在碰到一些比较丰富有心意的表达的时候也会立即记下来 像address a problem或者是tackle a problem 这些都可以以后我们在应用于自己的作文中去替换比较平乏的一些表达 比如说如果你之前一直用的是solve a problem的话 以后再积累了之后 可以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让自己用自己已经积累过的一些词汇去替换它 这方面的积累都能让我们避免语言的单调和平乏 大家在去从范文中学习积累的时候 一定要去跳出自己的一些思维定式 学会举一反三 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下一部分我来聊一聊 怎么去学习议论文的范文 在结构行文思路上的一些长处 我觉得与图表类的小作文不同 议论文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它的结构和行文思路并不是一通百通的 不像图表类的小作文 无论它的图表本身怎么变 我们如果学下来一套结构和行文思路上面的模式 其实是可以应用到以后的每一篇作文里的 但是议论文的话题浩如烟海 基本上不可能你掌握了一个模式之后 就能套用于以后任何类型的作文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最好的准备方法还是针对不同的话题 分门别类 每一个话题都至少要去构思一篇作文 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 如果碰到了这个话题类型 你要怎么写 至少自己要去尝试构思一个框架出来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也可以动手去写一写 这样可以检测自己实实在在的行文组织的能力 但是如果时间比较仓促的话 就可以先构思一下 然后找到一篇同一个话题下的一种范文 仔仔细细去学习吃透一篇范文 并且结合范文的一些结构和行文思路上的长处 还有自己原始的构思 重新整理出一个 可以应对这个话题 以后如果在考试中碰到的话 你会怎么去写这样一套思路 在做这种准备的过程中 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一切线上线下 能够找到的一些优质资源 作为我们积累的来源 去模仿一些优秀的范文的行文思路和结构 对于每种话题都尽快去掌握一个结构 剩下来的就交给词汇的基点去填补 在这里想给大家介绍来自考满分的爱马仕能量包 其中包含了六节线上直播课程 四次雅思高频话题直播 四位考满分雅思一线导师教授提分要诀 两次模考后答疑分析直播 考后详细评分报告和EV1的规划 帮你更快更好的提分 直播难题讲解 互动讨论问题 一次机考模考体验 百人在线定点开考 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机考的流程和官方的评分标准 让你能够更准确地进行考前的估分 通过这一套课程 相信你一定将收获科学高效的备考规划 老师贴心的服务帮你做出改变 全真的模考也可以让你感受雅思基考的紧张氛围 以考带练 精准定位提分瓶颈 听说读写综合能力全面提升 打造你的全方位提分体系 关注公众号考满分考雅 后台回复关键词马尾即可参加了 除此之外 我认为这套课程 另外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四本考满分的内部资料 其中的写作资料里 覆盖写作的100个高频真题话题 每个话题都给出了正反 两种行文思路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去做快速构思的训练 如果备考的时间仓促 来不及每一篇都想写想改的话 但是又尽可能想多涉猎一些不同的话题 我认为就可以从这本资料中 给出的各个话题入手 每个话题都简短构思一下 自己想写的分论点 再和给出的论点对比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自己的构思有没有跑题 或者是过于狭窄 在这个复盘自己的构思的过程中 还有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 在写雅思作文的时候不要过分耿直 自己心里对于这个话题是怎么想的 就一定要在作文中这么去写 比如说题目如果是你认为参观实体的博物馆和线上的博物馆哪种更好 而你认为的是参观实体的博物馆更好 而范文是建立在线上的博物馆更好的论点上的 这时候千万不要死脑筋的认为这篇文章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了 完全可以在这时仔细去考量一下范文中的几个论点 看一看就算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 但是这个观点会不会更好写一点 会不会更容易从你已有的单词和行文思路的积累上去迁移过来 如果以前我们恰好学习过一篇关于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范文的话 其中你积累了很多关于线上教学的好处的一些词句 那么这些积累稍加变通就可以迁移应用到这篇关于线上和线下博物馆的文章中来 这时即使你心里其实认为线下的博物馆更好的话 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去选择另外一种观点 或者是如果对于写作的这个话题 你在心中没有特别明显的观点的倾向的话 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其中的某一种更难写的话 我们就也可以避重就轻去选择另外一种观点 比如刚才的线上线下博物馆这个例子中 假如你想表达支持线下博物馆 你的论点是线下的博物馆更有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和代入感 但是这个论点怎么能去用英文表达清楚 你并不是很有把握 那么不如就选择线上的博物馆更好的这个观点 去从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可以让更多的人随时随地的去参观 有利于文物本身的保护 这些稍微更容易写一点的论点去入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我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觉得去学习英语的梵文不再多而再精 如果对于英语的议论文的话 能够保证每一个话题都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 去精读几篇梵文 并且保证持续的词汇的积累 我相信英语写作一定会有质的飞跃的 对于视频中提到的礼包感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去关注公众号考满分考雅 后台回复马尾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祝愿大家都能在英语学习中取得 好朋友 好朋友